是否真的内地这些去找经济的措施 可以帮助港股回稳呢 说真的 港股近期虽然单日来说 可能会有波幅也不少 譬如昨天又有个明显的下跌 但是前天又有个很明显的上升 就是波幅是单日来说 可能是几百点的一个上落 不是少的 但是整体的走势来计 其实我觉得都算是定了一点的 就是严格来说 其实近期都不断在两万边附近 可能上上落落 不是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向 譬如不是很特别向下去插得很劲 或者当然上的就更加难了 但是明显地是都算是稳稳一点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认为市场都 或者说是有点炒定 或者炒紧一些的可能向好的冲击 始终像你说的 虽然这一刻内地没错 面对疫情都还是反复 虽然可能上海慢慢都在解封 但是都是有一定的反复性 二来又面对着经济 没错 你现在数下来 其实内地也不是特别多好的东西 唯一好或者是向好那边 就是觉得会有些政策开始滲出来了 目的就是好像之前那样讲 就是去撑住经济增长 因为至终今年你订定的目标 都相对现在研究都挺高的 5.5 其实本行都觉得最厉害都是5 都未必做到 当然都有时间的 不是说完全不行的 变成如果真的要做的 意味着真的可能在下半年 政策出台的力度会大 甚至乎可能是比较全方位一些 就是无论是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甚至可能不同行业的规管 就是为什么你说过去炒作一些科技监管会没有 内房又好像要松一点 全部都是这些方向都是想谷回经济 所以其实那个想法是合理的 或者是对的 所以其实近期有些资金都开始 是做定这些的部署 所以其实整个市是 我觉得都算是定了一点的 但是只不过你说现在所谓定了一点 但是又不会即时有一个很大的炒作 因为其实一方面我想 刚才不得强调就是 现在即时面对的问题都是经济下痕 而这些政策没有了是会出的 但是要看看之后的成效 就是不是说这一刻说出来 就算真的有也好 不是说立刻见到成效 令到GDP可以立刻谷回很快 因为始终现在都是面对疫情的 可能很多有效性或者情况 要去到真的年中过后 就是疫情过去完之后 基本受控完之后 才慢慢体现到的 虽然你问我 我觉得下半年的港股或者A股等等 会是乐观一点的 但是我想年中之前 其实看法和过去就没太大改变 可能比较是上上大陆为主